这儿光明出来的 不用白天的 别舔你了她们 来来来 女人曾经是大王的宠妃 现在却被扔进死牢 赏赐给一群狱卒 作为吴国最受宠的娘娘 魏姬曾经独占恩宠多年 可自从西施入宫后 大王就再也没光顾过她的寝宫一次 嫉妒之下 她多次加害西施 却都没有成功 还让夫差愈发讨厌她 为了挽回大王 她只能到西施面前做小伏迪 请求原谅 你真的原谅她了 看大王说的 我从来也没有恨过魏娘娘了 魏姬在甄嬛传 都是能活到最后一集的狠角色 面对空有美貌 没有脑子的西施 自然不愿这么轻易放弃 今天的一切 都是她的示弱之策 她得到小道消息 西施已经怀孕了 只是月份还太早 连夫差这个大王都还没告诉 若是趁现在 无意间搞掉她的孩子 不仅怪不到她头上 还能铲除一个劲敌 我娘家也派了使节来访 从魏国给我带来了不少好东西呢 走 上我那去看看 有什么喜欢的 尽管拿 不顾西施疲惫的面容 她硬要将人拉去听歌唱曲儿 西施刚想拒绝 魏姬就摆出一副委屈不已的样子 认为是西施还没原谅她 我就是觉得 娘娘对我的恩德太多太多了 平时我也得不着个机会来报答娘娘 这次我好不容易鼓起勇气了 我就怕 看来娘娘终是不肯原谅我 话都说到这份了 西施不去也得去了 两人一边欣赏歌舞 一边推杯换盏 最后魏姬更是拿出珍藏的佳酿 魏姬这满满一杯的心意 被西施一滴不辣的喝下了肚 当天晚上她就腹痛难忍 夫差刚刚得知爱妃怀孕的消息 就要面临失去的痛苦 太医紧急赶来诊治 好消息是西施没事 坏消息是孩子确实没了 你刚才不是说娘娘安然无恙吧 怎么突然之间太好就没了 一诊治诊断 娘娘是误服了一种药酒 此酒对常人无爱 可是对怀孕之身而言 失窃窃不可 贴身侍女健壮 立马想到在魏姬宫里 喝下了那杯酒 将事情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正是魏姬的这杯酒 才导致西施小产 魏姬还想拿出 一早准备好的借口 宣称自己毫不知情 可暴怒的夫差 根本管不了那么多 对于这种心怀鬼胎的女人 根本无需讲什么证据 在吴宫中纵横一时的魏姬 就这样自掘坟墓 彻底走向掘路